跟各位介紹培養皿的拿法 一般不熟悉沒有拿過培養皿的人 會犯一個很大的錯誤 我們用這個培養皿當例子 這裡面已經有Busillus 不熟悉的人會直接拿一個上蓋 就挖就打開了 那如果說這裡面已經廢棄了就算了 經常是我們要的東西 像這個培養皿 這是阿遠做弱菌測試以後的結果 如果說我們不想污染的時候 我們必須拿好 拿好的時候請看技巧 拿的時候必須摳到下蓋 再一次喔 不是我的左手當介紹 要拿的時候不是直接拿上蓋掀開來 而是扣到下面去再拿起來 再一次 不熟悉的人經常就拿上蓋 我們有練過的人拿起來 扣到下蓋拿起來 這邊是三個 一樣扣到最下面一個 就拿起來 那每一組會發給幾個培養皿 空白的讓大家來練習 讓大家練習 像如果說五個比較難拿的時候 還看到阿遠這邊的拇指 另外一邊的無名指 我把它扣著下盤 這樣子拿的時候會整個都拿起來 而不至於說 如果你只拿到上蓋 會有一個遺落在那邊 現在請大家練習這一個拿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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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